大家好,我是遠霸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這支MOTO Z2PLAY的手機 這支Z2PLAY它的特點就是它非常薄 可以看它機身非常非常的薄 它的特色就是它延續之前的模組化設計 所有的模組在通通都是靠這邊的金屬接點 去固定,然後用磁吸去相連 然後這個模組的接點可以做來資料傳輸 也可以用來供電 那先來介紹第一個,它的周邊 這個是它的行動電源 它的行動電源,一般的行動電源都需要去接線才能去充電 那它都不用,直接帶這個行動電源 然後吸附上去 吸上去之後,這邊就會顯示 Turbo Turbo Power的供電 那它供電的速度是採用快速充電的速度 這邊會顯示它的電量 按一下,會顯示它現在剩餘的電量 然後這顆行動電源,它本身可以直接從這邊去充電 那手機這邊也可以充電 都是採用Type-C的介面 那有人會問說,如果只靠磁吸,會不會不牢靠 不會喔,你可以看它怎麼甩都不會掉 那輕輕一摳就可以把這個行動電源把它拆起來 那這顆行動電源Turbo Power 它的電池的容量有3490毫安培 OK,這是Turbo Power 那再來介紹另外一個 這個是JBL喇叭的配件 JBL喇叭 那JBL喇叭的特色就是 它吸上去之後 它會立刻把你的手機的音量擴大 然後從這個喇叭出來 那它的特色就是 當你在追劇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放在桌上 然後它內建這個腳架可以展開來 展開來,然後擺在桌上就可以追劇了 那我們來聽聽看它的喇叭的效果 我隨便來播一首歌 打開YouTube 現在聽沒有喇叭的時候的聲音 現在聽沒有喇叭的時候的聲音 給我聽聽聽看看 好,然後再來聽聽看看 接上喇叭的時候 然後放到最大 有差喔 有差喔 那這樣追劇就會很旁邊 好,這個是JBL喇叭的模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第三個 這個更神奇 但這個價格也最貴 這個我記得售價是9000多 這個是投影模組 投影模組 那這個投影模組啊 它同樣內建腳架 可以這樣掀開來 讓你這樣去做投影 然後呢 這邊 因為投影模組本身 它會有 因為投影機本身會熱嘛 所以它這邊有風扇 然後在這個地方 它可以 這是電源開關 這是調整焦距 好 我們直接接上去來看看 接上去之後 它就會顯示它已經連接上去了 這時候 我們就把它架起來 好,我現在要投到這邊 電源打開 然後 焦區瞭解一下 好 現在去 最大我記得可以投到100吋左右 這樣這個拿來烘小孩是最好用的 小孩子要睡覺的時候 就把它架在床上 讓他稍微看一下影片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對著天花板去投影 這樣加在床上 然後對著天花板就可以了 然後 就會跟小孩子一起躺在床上 看一下影片 然後再睡覺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有做T型校正 就是你不管用什麼角度啊 它會直接幫你修正成正方形 有沒有 立刻自己幫你修正 好 這是三個模組 那這三個模組啊 它的共同點就是 它們都有內建電池 所以在這個地方 都可以自己做充電 它也要充電 那特色就是 他們彼此不會互相吃電 只有這個行動電源 可以替手機充電 OK